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去的坎特 相信了解足球的朋友一定知道这句话 也知道这句话在形容谁 他就是恩格洛坎特 之所以这么形容他 是因为他的防守能力特别出众 在后腰这个位置上表现得非常出色 基本上很难有球员能突破他的贴身防守 他不知疲倦的奔跑和积极的惨球 是所有进攻球员的恶梦 他也成就了莱斯特城的狐狸神话 和帮助法国队夺得2018年的世界杯冠军 他为人非常谦逊和礼貌 求伤和情商都很高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这位法国球星 坎特1991年3月29日出生于法国的巴黎 虽然出生在法国 但坎特的家人并不是法国人 他的父母1980年从西非国家马里移居到法国 为的是能够找到更好的牧场工作 移民的生活向来不是容易的 坎特和家人在巴黎郊外的一个人口密集的区域生活 他的家中排行老大 还有三个兄弟姐妹 在坎特7岁的时候 法国队赢得了98年的世界杯冠军 在这支法国队里就有好几个非洲移民的球员 例如奇达内和亨利 世界杯夺冠的浪潮很快就席卷法国上上下下 很多孩子开始踢球 坎特也是其中之一 他加入巴黎郊区一所足球清训云 坎特虽然在清训云里和其他球员相比身材矮小 但是没有人能够防得住他 很快他就成为清训云里大家的焦点 但在坎特11岁的时候 家里的顶娘柱也就是坎特的父亲去世了 一家人都陷入悲伤之中 坎特身为长子 在11岁就要负起家里的指责 照顾弟弟妹妹和母亲 身为移民 而且年龄那么小 能做的工作不多 坎特只能做捡垃圾的工作来赚取收入 他会游走巴黎各个垃圾场 寻找有架子的垃圾 卖给回收公司 而他的母亲也会做清洁的工作 来维持家庭的开销 虽然经历家庭的变故 但没有让坎特放弃足球 他继续在清训云里积极地劣迹足球 可能他知道足球是可以改变他 和他家人生活的唯一途径吧 在郊区的旭雷乐清训云 坎特表现得非常出色 可是因为身材矮小 没有大纪录部的清训云想牵下他 他在旭雷乐清训云待了10年 也发明了自己私有的训练方式 就是整天练习铲球 和球场一端带球到球场的另一端 为什么说他这是私有的训练方式呢 因为没有教练这么教他 是他自己这么想这么做的 坎特从小就是位害羞的人 在帮助球队赢得胜利后 队友都在庆祝赌着奖杯 但他一直会在队友身后看着队友们庆祝 他明明是实力最强的球员 却选择当绿叶 可见他真的非常谦虚 坎特19岁的时候 终于得到了法语球队布罗涅的关注 他在2010年加入布罗涅预备队 在11-12赛季 他被提拔到一线队 为球队出场了一场的法语比赛 可是布罗涅在那个赛季的成绩不理想 降级到了法评联赛 坎特也随对降级 在法评联赛里 坎特为球队出场了37场 和打进三个进球 他的护球能力和不知疲倦的无球跑动 吸引了球他们的目光 所以在13-14赛季 坎特加盟了法语球队卡昂 并为卡昂球队出场法语38场 和打进了两个进球 也帮助球队拿到法语联赛第三名 和冲击法甲联赛成功 在卡昂球队带了两个赛季之后 坎特被当时还是英超中下游的球队 莱斯特城看中 在15-16赛季的下季转会窗口 坎特以560万英镑加盟莱斯特城 至于加盟加强了莱斯特城的后防力量 在这支15-16赛季的莱斯特城 是最强的狐狸军团 除了瓦尔迪在封线上进球如麻 和马赫里斯的星星崛起 坎特也在这个赛季变成了 足坛刺手可热的超级中场走远 坎特在后要这个位置上 帮助莱斯特城送出175次的抢断 拦截156次 抢断成功率高达71% 是15-16赛季的抢断王 他无球跑动比谁都积极 以及很少失位 就是由坎特这样的球员 帮助了狐狸军团莱斯特城 夺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 上演了狐狸神话 也是莱斯特城俱乐部首次夺得英超冠军 当球员在小球队成名之后 豪门球队肯定不会放过收购的机会 英超豪门切尔西看上了 这名非常出色的后妖球员 想把他买来加强切尔西的后防力量 所以在16-17赛季 坎特以3580万欧元转回切尔西 加盟后的坎特被球迷拿来 跟曾经也在切尔西待过的 法国中场马克莱来做比较 因为在位置上和打法上 他们两位球员非常强势 而马克莱来帮助过切尔西 拿过英超冠军 球迷希望坎特也能做到这一点 从蓝湖军团来到蓝军 坎特的表现没有让蓝军车迷失望 他的抢断能力依旧表现顶级水平 来到英超两个赛季 就中出了253次的抢断 比前三个赛季英超任何一名球员的抢断总和还多 恐怖的抢断和拦截能力 是切尔西获胜的关键 那个赛季切尔西只输了5场比赛 总积分93分 拿到了英超连赛的冠军 而坎特成为首位连续两个赛季 跟随不同的英超球队拿到英超冠军的球员 而且还是绝对的主力球员 并在同年利亚本子玛和姆巴佩获得法国足球现身 在2018年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 坎特也跟随法国国家队征战世界杯 并从小准赛到决赛都是首发出场 有他把守的中场是所有进攻者的恶魔 最终坎特帮助法国队夺得2018年的世界杯冠军 无论是英超冠军夺冠还是世界杯冠军夺冠 坎特都是站在队友旁边看着队友举取奖杯 好像一个没出场的球员看着其他球员举杯一样 但是他每场比赛都是跑动最多的那个 最累的那个 直到队友意识到要把奖杯给坎特举一下的时候 坎特才会举取奖杯 这样的一位球员是问哪个人会不爱呢 坎特也在2018年首次入选FIFA的最佳阵容 也和切尔西签约到2023年 并在20-2011赛季帮助切尔西赌得了欧冠冠军 获得欧冠最佳中场和决赛最佳球员 坎特在俱乐部和国家的最高奖杯都拿到了 谁能想到一个身材矮小的球员 会是这么出色的防守型中场呢 球迷们也会用这句话来称赞坎特 就是地球上有1%被水覆盖 剩下的29%被坎特覆盖 没错 球场上没有他抢不到的球 就看你有没有积极地去拼抢 而坎特就是一位非常积极的球员 在生活里坎特几乎没有什么绯闻新闻 大多数的新闻都是他很有钱了 却开着一台二种的迷你轿车 他从来不穿奢侈的衣服 也很节约自己挣来的钱 也不会像其他球星一样炫耀自己的财富 其实我也希望竹团多出现坎特这样的球星 本本纷纷地做好自己在球队的工作 这样既能让自己成长 也会让俱乐部得意 这就是坎特的故事 谢谢你们的观看 这一次节目节目 我们下一期人物故事再见吧 拜拜